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会的牛油小零食系列 我可是紧紧挖了5斤的白香果 用纱布包裹住过滤出果汁 我这里大概是550毫升 加入白糖还有水仪 没有水仪的也可以用麦芽糖 在加热的过程中要不停的搅拌 沸腾冒小气泡的时候加入黄油 等到黄油完全融化关小火 边搅拌边加入水淀粉 冒大气泡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这个时候你可以自己控制上硬度 喜欢硬一点的就熬久一点 看看这檀江布布多至于很丝滑 在表面少上一点坚果 稍微按一按一下放进冰箱冷藏 等到变硬了就可以开始脱模了 吃起来一点都不甜 浓郁的白香果香 口感有点像牛沙糖的那种 特别的有嚼劲 装进糖果汁里打包起来 这样的牛油小零食你们喜欢吗 快做给大家的人吃吧